我尼托青江 跑一终于到四川了 这次出来是带着安家老二出来了 也是第一次赶跑整圆 打眼 干手打眼做一路线 然后打着他出来锻炼锻炼吧 这锅儿的臭肉 它上了全部都是能加肺 你看这糙 多过 这个锅子上卷面扯了是十七个多 然后它这个锅院烫得多了 你看这个锅子上卷面扯了是十七个多 然后它这个锅院烫得多了 几摩上的都是 它这个果园 这个果园 就是我们卖了第一批以后 连续我找了四天才找到这个果园 它这个果子 就是外洋果 就是很像外的果子的话 基本上它的底糖能达到十七以上 然后就是阴面果的话 它的底糖也能达到十五左右 就是很甜 因为这是很用心的给大家找的 要不然我们找又卖第二波了 找了很久 是啊 你想这一抓一打疤 如果是不用心的去给大家找的话 这锅院满地都是 你随便去调一 嗯 煎一家锅院 你都能给大家买 但是咱为了 给大家包装它的口感 包装它的品质 全面都是一个锅院 要给咱调了三四点十五天 调到好了 咱就猜给大家上 对 这个果园 我转的时候 这个果园有三万多斤 佳心四万斤 我转这个果园的时候 每一个这个 它的果园里面 我起码摘了二十个肠 就是阳面的 阴面的 所有的地方的果子都挨得尝了一遍 味道很好了 我才敢定 知道吧 这个 你看地上全是绿油油的 它全是用的是有机肥 用的那个有机肥也很重要 知道吧 所以它的口感才会很好 对 你看它的底下的超清厚了 对 全是这个绿油油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上次咱们买的果子是 果子是 那个阳果底糖是高的16.4 对 低的是13.7 对对吗 对 这次是 现在外糖的话 底糖是17.7 内糖的话 应该在15左右 就是普遍高了一 一到两个糖 对一到两个糖 因为又晒了很多天太阳 然后加上这个果农 它的种植技术 还有那个有机肥用的多 所以它果子真的可以甜度高 管理方式种植方式不一样的话 配口感种植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 这样子捞农面都知道 对 因为我们梅山这一片一片的 到处全部都是爱园 你要像找好的口感的话 全靠找 就是不停的跑 不停的跑原子 劝考的清烙 对 这个东西真的一点不能马虎 一定要行 那一般的果园 这个糖度现在挡到多少 一般的原子糖度 中糖基本上在12左右 还是12左右 嗯 12到43左右 很大的区别吃起来 其实 要不然我们卖出去爱园 好评率也不会那么高 对吧 欠着家门给咱抛了啊 幸福了家门 没有 今天再一次来到美山 又来到了 今天是6号 前天老板拍个视频给大家说了 第二批二元城 留好菜的刘海发火 现在正在菜菜 已经拿藏骨一车了 结果下午把咱前两天鱼首呢 嗯 买了香火了 结果给发碗 今天下午又是直播 直播再买的话 明天发碗 如果买了好 这个院子 结果面都买完了 这次消防 嗯 我叫安家那个老二跟来了 还有三零屋 内阁河的一块 安一块来了 昨天晚上开始抛 抛了现在抛了16个小时 到了地方 这边煮好香的 我又没长来我们起用了 嗯 这种你喊下去 我喊 整点眼睛 哎呦 找狗口来了 哈哈 狗口是说的香 这边煮好香 你把菜完不满 你算了 花是哪儿 我捡成最多 咱们就二块钱 买了到五六万块钱 我还就吃你 你吃完不满 你还去贴不去 乖着哪儿 帮你吃的 帮去油的 你坐哪儿坐 哇 你躺躺 把那家里吃了 这个就是你两个姜姑的 我老爷不带人 点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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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吃好 点儿了 点儿了 我们是想吃的 不想说 满满 满 满